这应该是史上最卑劣的国君 都说鱼和熊掌不可见的 可他却一边同意求和公约 心安理得地接受秦国的割底 一边秘密召集个诸侯 商量着怎么指导人家老巢 瓜分整个秦国 各诸侯远道而来 一听说有秦国这块肥肉可以啃 纷纷大放厥词 把酒言欢 还没开始发兵 诸侯们就开始使出各种阴招 听得魏王连声赞叹 地盘分定盟约达成 众诸侯也进仗开始划分地盘 一看到秦国的大好河山 诸侯们眼睛都亮了起来 各自在心中谋划自己能拿到的最大利益 随着一声令下 众王迅速持剑 将秦帝画了个盆满锅传 不留一丝空隙 这番举动惹得魏国不满 明明是己国霸主 却除了合约上的底 再也拿不到一款 王霍一顿为他人做了嫁衣 这算个什么事 你本上将军谋划 根本不需要六国分解 六国诸侯不满 纷纷上前讨要个公平 即便是在魏王面前 也仍旧不知轻重缓急 坚持自己那一套理论 可乱世相争群王逐鹿 魏王要是想遵守那狗屁章法 哪里还会有今天的分歧 他们竟然站在这儿 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谁的拳头硬 拿得出四十万铁骑 谁就有权利决定秦国的去留 眼下就是不靠这六国诸侯 他大卫也能一举歼灭秦国 届时诸侯不仅捞不着一丝好处 还要时刻担忧魏国的吞帝 诸侯就是在愚钝 在利益熏心 也从魏王话中听出了威胁 纷纷夹起尾巴做人 不再力争 陪笑地接受了重新划分道的 蚊子肉一大点的土地 还不敢有丝毫怨言 吞秦盟约就此达成 宫秦只是时间问题 秦国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此战声势浩大 秦国国君自然也得到了这一消息 虽不止魏王的所作所为 但目前最重要的 是如何化解这一难关 封地问题还没彻底平息 六国家鸡便突兀而来 雪上加霜 不出意外 这应该是秦国最大的一次危机 直里包不住火 秦王瞿梁思虑过后 还是决定将六国攻秦的消息 是会朝野 激励国人占星 瞿梁将所有过错 全部揽到自己一人身上 承诺众人若是国破家亡 他就算没有战死沙场 也决意戴罪自财 答谢国人 一番话听得众人心口酸涩 百般不适自卫 他们纷纷搬来自家的贵重物件 捐给国家 希望能为士兵们换取粮草和武器 备战六国 送上 兄长将赔了自己半辈子的佩解 捐给了国库 小妹也懂事地把自己的官府捐出 就连母亲 也拿出先王当年求取自己时的幸福 对着她念叨了一晚上 这是丈夫留给自己唯一的念想 可国难当头 她作为取良母亲 异国太后 必须以身作则 捐出此物 女人相信大秦不会就此瞑目 她要看着儿子赢 看着儿子把失去的情地 一点一点夺回来 门外的儿子听着母亲的念叨 早已泪流满面